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计划全靠打听在全球潮人的聚集地 首都北京的时尚地标三里屯 用打听式旅行的方式玩一天 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感受最潮最硬的北京 潮人都喝哪家咖啡呢 这家就是这个亮亮 亮亮是吗 这都是朝阳区的吉祥物 来看看都有哪些人气单品 要一杯羽毛荔枝 要一杯羽毛荔枝 哇 你们都会去这里的哪家饭店吃饭 那边在那边搜狗里面 这我们来吃萧香阁 萧香阁 对 在餐里屯可以吃到这样朝人们都爱的热辣鲜香 快来吃一下吧 朝人们的嘟嘟醇有可能是被辣出来的 这附近有没有值得打卡的甜品店 那里头一号厂有一个瑜伽麦可助组的 你从这边上去 往二号三厂 你知道二号三厂吗 被密血帽 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旋转门吗 你从旋转门进去 然后你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刚才那段你们记住了吗 我还没记住 往这边上去 然后呢 终于找到了 已经馋了 他在包装呢 听说还是明信头换 哇 喜欢 软软的 软松软软 软肤肤 吃饱喝足之后呢 也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分 那朝人们的夜生活都会去哪呢 我还能在船上吃饭呢 北京夜游已经是Next Level了 打卡了一圈可以感觉到 朝阳不仅仅是朝饭十足 而且更有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可以说这里呢是有效有失有未来的一个地方 也要紧 BJ 我不是想要到这边 有效益 加码 很健康 更有效益